花旗現在是宣布要出售台灣的銷金業務 這是震撼了台灣的金融圈 不過今天最新消息是傳出 花旗將要打包出售 這買家的出價已經喊到了600億元 而且傳出有4家業者 包含了本土金控的國泰富邦 以及外商銀行的新仔銀行 還有渣打銀行 現在最新消息也說 10月這個買家就會曝光 花旗銀行出售包含台灣在內 全球13個市場的銷金業務 原定9月底買家就要揭曉 但業界傳出將延到10月才曝光 花旗銀行4月份退出台灣的銷金市場 在市場投下震撼蛋 最新消息花旗將打包出售 買家出價600億元 不少人直呼這真的是時代的眼淚 當年花旗信用卡看電影買一送一 是很多年輕人的回憶 1989年進入台灣 是國內首家推出信用卡的外商銀行 總發卡量達到290萬張 動卡率高達76.5% 在競爭激烈的本土外商銀行裡面 都是第一名 有些優惠就是看收購的銀行 有沒有再特別的把它取消這樣子 就是還是有別張信用卡可以有 只是優惠沒有到那麼多而已 現在市場傳出進入第二輪競標的 有兩家本土金控 國泰金以及富邦金 外商銀行則有新展銀行和渣打銀行 甚至還傳出有傳產加入這項重量級的拍賣 第一名是國泰市華 第二名是玉山 第三名是中信金跟花旗在拼第三 甚至花旗到第四名了 可是像一件事情 如果能夠拿下第四名的市占率的話 那麼對於比如說國泰市華 玉山或者中信金 它就很可能要去到第一名 花錢銀行打包出售的銷金業務 包含50萬個財富管理客戶 270萬張信用卡還有存款3000多億元 財富管理資產規模高達2000億元 花旗銀行如今改變策略退出台灣市場 金融業者也多方評估標下是否能夠拓展市場 東森採電新聞劉子誠零浩宇台北報導